如此合适 就像专门为60年后的自己打造的一样 老人瞬间充满了力量 男孩本以为要上演奇迹 老人却怒火不要做什么超级英雄梦了 并说戒子只是个塑料玩具 但无论他什么努力都无法卸下去 意外的受伤让老人心烦意乱 他对生活早已充满了失望 杰克有委屈的离开 就在这时 戒子却发出了神奇的红光 就在几天前 老人意外受伤 并搬来和儿子一起住 在看见打扮奇怪的杰克后 内心十分不悦 他本就是一个固执倔强的老头 生活的各种不顺心 让他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偏见 老人只能站住杰克的房间 杰克是个疯狂的漫画迷 而且在绘画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 他本想得到老人的认可 但这些在老人眼里却一文不值 晚上杰克将好友抱怨着 但是消息迟迟得不到回复 杰克只能埋头绘画 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忘记烦恼 这个高鸽子男孩叫沙姆 他是杰克唯一的朋友 也是那个没有回复杰克信息的人 以往的万圣节都是两人一起度过 但今年山姆却推脱了 杰克非常惊讶 但直到看到这一幕时 杰克终于明白了 老人来到车间 他在这里挥洒汗水了45年 这里是他所有的青春和梦想 老人告诉老板 最多一个月就能回来 但老板却无奈地将他辞退 老人愤怒地转身离开 甚至忘记了杰克的放学时间 上车后 杰克因为不想上学而抱怨 而老人却愿意味回到学校付出一切 只有真正走入社会 才能明白生活的不易 回过头 才知道学校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老人告诉杰克 他曾是学校的传奇人物 备受欢迎 因为他曾将校长的汽车抬到了楼顶 回到家后 男孩发现了一个神秘邮件 于是递给了老人 结果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这是一个迟到60年的快递 在老人小时候 迷恋一个炸弹侠的漫画 于是就订购了一只漫画中的神奇戒指 当年的小男孩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他将戒指戴在手上 却没有注意他发出的神秘红光 晚餐时 儿子希望老人尽早退休 因为他的身体 已经不允许他如此强度的工作 但老人却十分愤怒 他不愿意接受自己将是一个无用之人 这时 那枚戒指再次发出红光 一个橄榄球意外飞出 老人瞬间反应将他接住 愤怒的将球捏爆 老人彻底懵了 低头看了看那枚戒指 他和杰克来到地下室 两人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 杰克让他打一拳试试 老人一拳下去 男孩非常兴奋 原来赵斯木想的超级英雄就在身边 老人无奈地拍下桌子 厚重的木板被直接拍碎 他受伤的腿也瞬间恢复 老人感觉男人的雄风又回来了 他趾高气扬地来到工厂 戒指也越发鲜红 几个工友正在商量如何搬动木板 结果老人轻轻一抬 抱着木板轻松离开 只留下五人原地膜拜 儿子还在劝说父亲退休的事情 但老人却拿出了医院的健康证明 并说明天就可以恢复工作 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另一边杰克来到学校 却意外遭到了同学的嘲笑 原来是山姆出卖了他的秘密 杰克非常伤心 首先他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其次今年的万圣节 他将孤独一人 老人却说 现在有超级英雄陪你度过 你还不满意吗 男孩高兴极了 在戒子的加持下 老人很快就干完了所有工作 这时戒子也发出了神秘的绿光 老人从没有觉得 双脚是如此的轻盈 不但不累 反而越跑越快 甚至追上了汽车 本来两小时的路程 他五分钟就来到了杰克的学校 原来绿色代表高速 他已经成功解锁了此项能力 两人兴奋的计划着 今晚的万圣节晚会 老人答应杰克 一定会按时回来 然后瞬间消失 但工厂突然出现状况 忙碌中的老人 忘记了与杰克的约定 男孩来到地下室 地上的木板 却发出神奇的金光 杰克想起了漫画书中的传说 他开始利用木板 打造了那个传奇的头盔 当头盔戴上了一瞬间 男孩也迷失了心智 他来到学校 决定做一件疯狂的事情 老人曾告诉他 想要得到全校的尊重 就把校长的汽车抬到楼顶 就在几小时前 杰克兴奋的准备万圣节晚会 因为超级雄雄的爷爷 要陪他度过 但老人却投入到望武的工作 忘记了和男孩的约定 天色越来越晚 杰克非常失落 他愤怒地卸下装扮 并将漫画扔进了垃圾桶 儿子愤怒地找到父亲 老人站在原地 他内心充满了悔恨 下一秒却倒地不起 戒子上的光芒也消失不见 就在老人赶回家时 杰克早已离开 看着漫画书里的头盔 老人似乎明白了 他将一切怪罪于戒组 并将它丢弃 另一边 带着神奇头盔的杰克 来到了汽车后面 然后看了看楼顶 他居然徒手推动了汽车 提着背包跑到了天台 将绳子的一头固定在房顶 另一边甩了下去 杰克顺着绳子爬了下来 并绑住汽车 然后又爬回房顶 男孩居然将一辆汽车拉了上来 就差一步时 汽车的后轮却卡在了屋顶 就在杰克用尽全力时 却不幸摔倒 汽车也开始缓慢下滑 杰克将门打开 想扛住汽车 木板再次发出金光 突然头盔被车门卡掉 并掉到楼下摔得粉碎 杰克也被困在车中 眼看汽车就要坠落 老人也及时赶到 他知道 是自己的谎言害了杰克 但失去超能力的老人也无能为力 反而也被困于车内 突然的重量增加 致使汽车掉了下去 但汽车却停在了半空 居然是杰克的父亲 他奇迹般的飞在空中 并举起汽车 原来是父亲戴上了那枚戒子 并解锁了飞行能力 两人终于有惊无险的得救了 父子两人也解开了内心的隔阂 然后三人潇洒离去 舞会结束后 校长看着自己的汽车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最终三人决定将这枚戒子掩埋起来 因为无论多么强的能力 都比不上幸福美满的家庭 就在三人离开后 土里钻出了一株绿芽 并散发出神奇的三色多么